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在预计什么时候毕业啊,六月中旭毕业是吧,那你可以去啊,可以去找一些东西看下来,比方说,比方说这个什么,是吧,比方说去找一些这一类东西去看一下,都会问一些什么东西啊,毕业试过程都会问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好,对吧,好,这个今天上课吧,好,我们呃,继续上课。 看完再发是吧,看完再发吧,好吧,实际上,实际上,大家已经取完SH,三大框架,三大框架,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查询,查询中的四则运算,查询中的四则运算,我们要来做这些一个事情,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给他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一加一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查询中,查询过程中去做的一个, 这个,加法运算吧,四则运算,零四则啊,家里是主啊,这个收益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出一题了,这个查询员工,查询员工工资,啊不是,查询员工年薪,年薪,然后呢,还有查询,查询,先把上面这个题做吧,查询员工,这个今天好像不好意思,没有找到这个点名的铃铛 还有人啊,这个,但是有自告分涌的,对吧,这个啊,这个狂走我,对吧? 开始就这个吧,哈哈哈哈 muff感啊,哈哈哈 查询员工年薪加奖金 好,四 Everyone,来做下这道题吧,哎,别再去看完哈哈哈 这个不会被旁边同学看着吧,肯定是, hay Schule, es 来 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球 你查询员工年薪 我先给你把这个员工的表给查出来 那看一下这里面 直接查询 赞了它是代表月薪一个每个月的工资吧 那要查询年薪该怎样说 年薪年薪等于年薪等于什么 月薪月薪可以拉吧 对不对 每个月不一样啊 这个资类哈 赞了可以可以扎吧 for EMP吧 好 这个是这样一道题都出来了 然后就是查询出来的是年薪 然后方面年薪呢还要去加上奖金 我们把这个 EMP 我直接把 EMP 表直接写到下面吧 slate 和我们 EMP 我们直接这里写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奖金 还有一个 有一个是工资 有一个是奖金吧 奖金里面有的是空 那现在年薪要加奖金该怎样做 啊 slate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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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金 对不对 common for EMP表 对不对 好 这个影片也挺多吧 啊 这个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对吧 来 我们直接知识一下 哎 仔细了没有 知识一下 有没有问题啊 有啊 有的人没有奖金,有的人是没有奖金的,他奖金是空,但是呢,我们前面算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有的吧,直接查询没有的联系吧,我们加上这个奖金之后,有的是被空的吧,这里面是注意,注意的几节了,注意,注意, 所以,空值,就是空值,就是那值,在这个那值,它是,那值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不可预知的值,内容吧,它呢,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不可以做加法,不可以做这次的运算, 这个,适者运算,今天,在这里面给大家讲的,全都是四节奖,没有给大家是重复去讲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在前面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这个都已经是讲过了,那如果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还是要想去求它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了,NBL减数, NBL这个减数,它的接收两个减数,第一个减数呢,是我们全的这个CORM,如果这个CORM没有,它等于空的话,等于NAN的话,那就是给它写一个0,默认的0吧,这个减数能不能理解决, 查询一下,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有联系的吧,那我们把这个,这个NBL的后面一会我们就会去讲这个NBL 这个是NBL函数 函数,现在这个函数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呃,普通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这里边我们就来写一下,参数1,呃,是如果参数1 为,那,就返回参数2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逻辑,那这一块内容呢,就是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查询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列里面有这个空子啊,你对他做适合预算,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这里面也需要注意的一块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做的呢 好,这是空子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制服算拼接的一个问题,制服算拼接,呃,这个 制服算拼接,来,我们讲一下吧 好,这个制服算在加号中怎么去拼接的 在加号中加号拼接吧 加号拼接 在加号中呢,他用这个双数线去拼接啊 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双破的一个说法了 来我们看一下 直接来,我们来做这个问题吧 查询 查询员工 员工姓名 然后呢,显示的格式 这个样子 姓名 冒号 再加上 啊,比方说 SPORT的话,我们就是加上这个SPORT吧 对吧 写这个格式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该怎样做 我们 给大家写一下 直接来一个 slake slake什么东西 首先ename是 原文姓名吧 报名研拼 然后直接是来查询一下他 查询一下他 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每一 每一行里面是不是有一个ename吧 对了这个ename吧 这些结果啊 所有的结果 所有的查询的结果 它并不是像大家看到的这样 一次性 诶,全都给你看出来 它呢 是这样子出来了 查询出一条 查询出一条 他输出一条 查询出一条 输出一条 查询出一条 输出一条 一条一条输出的 并不是一次性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类似类似于我们在加上写的获取法 我们写完一条 我们过去完一次是不是就输出一条 过去完一次是不是输出一条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显示成这个样子的格式 那该怎样做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里面去拼接一下就可以了 拼接一下 前面呢 那我们去写一个姓名 冒号 然后再写上双注线吧 再写一个email from emp 大家可以看 好 直接直接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结果呢 写出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要求的一个样子吧 好 这里面 双注线 什么东西 双注线为什么会打印出来啊 为什么要被打印出来啊 双注线是我们oracle里面特殊制服啊 用于连接的 专门用于连接的 这是oracle客有的 oracle 专用 客有的 特有的连接服 双注线连接 所以这里面双注线不会拼接出来啊 能不能理解 好这里能理解的话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这里面是用单一号 为什么是用单一号不用双一号 来我们用双一号试下 来我们把这个双一号写下 双一号在前面给他讲的时候 双一号是用来干嘛的 他说什么试下 invalued identified 无效的 这里面 这里面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 双一号是用来取别名的 单一号是代表值的 我们这里面直接写在这个 单一 在oracle中 oracle中 双一号 双一号主要是 别名的时候使用 别名的时候使用 然后呢单一号 单一号 单一号是 使用的是 呃 你 扩起来是使用的是值啊 它引起来是值 是字符 是字符 这能不能理解 就是oracle中客有的 客有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双出线 它也是一个客有的 那假设 这是拼接的 使用零接符拼接吧 假设我们这里面 诶我们在my circle中 我也想去拼接 那咋办呢 使用拼接符 如果在my circle中 你也想去做这个字符拼接 咋办呢 在这里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函数了 concate concate拼接的一个函数 第一个单数传着一个字符 第二个单数也传着一个字符 然后这是函数 这个是函数 这个函数呢 在my circle和oracle中都有 那我们用这个函数来拼接给大家看一下 使用 使用函数拼接 直接来一个slate concate 第一个单数呢 我们去传入一个姓名 还是单以后引上一个姓名 冒号 然后呢 逗号 再引上一个姓名 form enp 我们来查询一下这个结果 查询一下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结果还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这个结果还是跟刚才一样的 就是需要录业一个地方 如果你希望你的代码 在my circle中能够使用 在oracle中也能使用的话 用哪一个 有